行人走在斑马线上同方向的车流绿灯通过 竟然有一辆机车 不照后置骑过来撞倒了行人 这撞得有点夸张 机车根本是往人群中一头撞去 现场的骑士行人停下来 看看是轻伤纷纷离开 被撞倒的行人还坐在地上 骑士把机车牵起来 下一个动作太出人意料了 他竟然骑上机车走了 落跑了 目击者在脸书社群发文 说还好有店家的店员出来帮忙 扶着伤者到路边 骑泽说阿贝你真的不能这样 伤者嘴巴都是血 事发在3月4号台中清水 中山路跟镇南路的路口 受伤的行人是42岁的丁姓女子 手脚跟脸部都有擦措伤 警方寻线找到了骑士 是61岁的蔡姓男子 他道案说因为驾照被吊销 担心被开罚所以跑了 机车违反号制管制 碰撞后重机驾驶离去 造势逃逸 骑士的方向已经红灯 前方横向的人车穿梭 他竟然没有停下来 还撞上行人 倒地之后停留两分钟 不过被他撞上的人还站不起来 就直接落跑 但是只逃了一天 警方就上门找人 终究逃不过 造势责任 TBS新闻 吕珍诚 李财引吴淑萍 台中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